當然你可以跨工作表 比如說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當開啟工作 有同學問到說 當我希望開啟的時候 順便把我舊的查詢全部刪掉 因為可能我查了很多 那些可能是暫時我不要的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透過什麼 在 這個工作簿 指的是這個工作簿 當它被open的時候 你就把它全部刪掉 那全部刪掉就是先關閉 disgressive learn之後 在for i 等於 3特別注意喔 後面還會再講到 跟刪除列一樣 請你不要從上面刪下來 要從下面刪 為什麼 因為下面刪它不會影響到上面的 下面刪 那如果上面刪掉就會地補上去 它的順序就亂掉了 那工作表也是一樣 如果你刪了第二個 第三個就地補上來 結果你又要刪第三個 第三個跑到前面 你又刪不到它了 所以怎麼辦 你變成要加一或減一了啦 那很麻煩 導步怎麼樣 倒過來 sheets.com 到第二個就好了 不要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是總表 你不能把第一個也刪掉 那就全部都不見了 step-1 應該還有印象 前面那個列號 列號 倒過來刪也是一樣 然後就把它刪掉 一個兩個 所以最後這個開啟 你的工作簿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把其他就是你之前查的 全部刪掉 只留下總表 如果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如果你每天工作 只是暫時查那些東西 不保留的話 那關掉它自己開起來 就會幫你把它全部刪掉 或者你不一定啦 你想要隨時全部清掉後面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寫成一個程序 然後這個地方用call call 刪除所有工作表 他也會全部 那就這幾行而已 那再來就多欄位篩選 比如說我要篩選業務 和產業別的話 那怎麼做呢 一樣會有個x 一樣會有個y 這個y 那這個y的話呢 其實就是查的時候多一個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 查第幾欄呢 查第三欄 如果說你要兩個的話 記得喔 把這一行複製過來 欄數不同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欸 就可以達到 多欄位猜選 如果你還有第三個位 可以啊 再多一個複製貼上 查第三欄 這樣的話很快的 三欄的資料全部都出來 你再把它複製過去 哇 那太棒了 這簡直 其實是說真的 做出來 功能絕對不會 比 利用Seql的查詢功能 來的遜色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已經綽綽有餘了 好 那這部分的話 留給各位當成練習 那另外還有什麼 表單 不過這個表單 延續就很大了 以後的話 你可不可以做個下來清單 他選了哪一個 按下去自動全部篩選 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你要篩選哪一個啦 然後跨 反正這個地方變化很大 你可以設一個界面 讓人家查什麼 查什麼 他如果裡面有填的 按查詢 他就可以查出他要的東西 每個欄位都可以查 這個其實以前要做 花很多時間跟很多的金錢 但是現在完全可以量身定錯的 那你要查什麼就非常簡單的 所以大數據時代用這個東西 我覺得 呼風喚雨都變很簡單的 老闆說 你告訴我 我們那個業務人員哪一個 他最近的表現最好 他是這樣敘述的 不過最近 那你就知道最近是指的是 多 不用就少三個月好了 然後你看一下 最近三個月裡面 他的業績最好的 或者是再加上end 他的比數最高的 那你可以先有幾個數據 他告訴他 就有幾個 他馬上說 你好厲害 你怎麼會知道 很簡單的 兩下VBA就做出來了 對不對 你把系統做出來 你馬上就有答案了 對不對 你看 利用類似這樣的方式 一下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精確的判斷 然後 到底要Promo誰 對不對 馬上可以有客觀的數據 那這邊有相關的參考 提供有個參考 好 那另外當然 你也可以藍數跟那個 藍名跟藍數也可以 設計成什麼 傳遞參數 不過這個可能會差點難一點 就是被呼叫的 他可以被呼叫 然後傳遞給他一個藍位的名稱 業務 立體欄 這個可能是會複雜一點 留給各位當參考 OK 那再來最後呢 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在那個雲端上面 還有一個什麼 其他的補充範例 在這邊 雲端白板畫面 我有放一些 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我額外有補充一些範例 這個範例放在哪裡呢 放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其他補充範例 各位找一下進階的 進階裡面 有一個叫做 當日航行 有沒有 其實你用清單模式好了 當日航行 這個是什麼 就是雅虎 雅虎的那個股市裡面 有好像有三十幾種類股吧 那我希望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我去雅虎股市 把所有的資料全部抓下來 然後一個類股 一個工作表 一個類股 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會需要什麼 Add一個新的 然後呢 這個工作表名稱 這個已經有做出來 這個工作表名稱 就抓什麼 這個 A欄裡面的地體列 放在水泥 放在食品 然後抓下來的東西呢 自動幫我怎麼樣 貼過來 下載下來 如果有些資料不要的或格式化 你可以在這裡面呼叫一個格式化 再把它格式化一下 那我們只是陽春的 那最後如果要刪掉舊的話 你就得把它刪掉 全部刪掉有沒有 然後下載 按下去的 所以我已經做了 在雲端上你也可以找一下 下載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 切過來一個新的 把資料下載下來 一個新的下載下來 如果你那個清單有幾個 它就做幾個 那個清單裡面就是一個 類骨名稱 一個王子名稱 這樣就OK了 做完又切回到原來的 OK 不過你會發現 會一直閃來閃去 所以後來又做一個不閃動版 不過要先刪除舊的 不閃動版的話 就是 它就一直在轉 轉轉轉轉轉轉 轉完之後就好了 可是好像後來發現 這樣轉轉轉也不是辦法 有些用者會覺得是不是當掉了 所以後來又發 又換了一個版本 就是 配合什麼 那個前面有講過的 就是 Plex bar 還有你想 第一還第二次上課 如果忘記的話回頭 欸 第二次上課的 後面有一個Plex bar 有沒有 那 你可以加上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 有沒有 欸 不過剛好 Made覺得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 網路下載其實還蠻慢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 使用者會覺得 奇怪 到底是當掉還是怎麼樣 就會一直給你亂按 那反而沒事的就變當掉了 然後他跟你講說 你的程式有怪怪的 如果你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就沒事了 對不對 OK 然後呢這邊的話就會有 我們要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 事實上喔 觀念很簡單 你看 add一個new的 new一個新的對不對 類股名稱從這邊抓 然後呢 利用資料裡面的 有個叫什麼 從web 然後呢 把那個 我們從web的這個 前面有一個那個 網址貼到這邊來 抓到資料 放到這裡面來 一直重複同樣的動作 所以其實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從web這個功能 我不會寫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會不會錄製劇集 會嘛對不對 那再寫個回圈 搭配起來不就OK了 所以寫出來的東西 答案都在哪裡 答案都在 當日行情裡面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自己玩玩看 當日行情的程式滿在這裡 有興趣自己再玩玩看 範例檔在這裡 這個也可以喔 然後其他還有像 後來就有同學喔 衍生出 當日每日外匯行情 也可以把外匯抓進來 期貨行情 等等的啦 反正太多了喔 網路上的東西也都可以 甚至今天有講到那個 大樂透的 請告訴我前十個機率最高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喔 還蠻需要動點腦筋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想喔 需要花很多時間 那另外還有什麼 成語查詢系統 你也可以利用什麼 我們今天講的 做一個 查一個成語 輸入某個關鍵字 能不能查出你要的 這邊有相關的補充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主要是 針對 資料查詢跟資料分析 裡面當然 如果最早 如果你只會用sumif跟conif 說真的 完全不夠用 那如果你用樞紐分析表 分析出來的東西 也有一點怎麼講 沒有辦法完全的施展不出來 因為它固定那些就那些 那你可以參考喔 那如果說你要完全的 非常有彈性的去 撰寫一個分析結果的話 你可以用利用查詢的功能 那簡單的查詢 基本上就利用篩選 可以篩選什麼 文字 數字 日期 還可以多欄位查詢 哇 其實這些功能喔 如果你懂得善用 不得了喔 我想你這個查詢的功力喔 基本上呢 已經大大的大躍進了 而且 不需要用資料庫啦 其實就夠用了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資料庫的東西 撈到以色料裡面 再來做處理對不對 也可以啦 OK 所以今天的話我想喔 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個禮拜會繼續下來看喔 如何從網路上抓資料 不過這個喔 可想而是啦 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我會把它也是 盡量用範本式的喔 反正你們 如果說你們從頭要寫 寫完這些東西 時間一定不夠用 所以我會用範本式的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先把我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先拿來 弄一下 玩玩看喔 那我們再來的話 就下個禮拜繼續接著看喔 OK 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先到這裡喔